同一式的陳傑縣近期表現 和應援口號一樣沒有極限 五月十號先是上演 單場四安的TG演出 隔日待戰火力依舊 繳出了四支三猛打賞 目前累計四十一支安打 為全隊之罪 而打擊率三成九高居聯盟第二 對於最近的火燙手感 四野提到打擊教練劉玉成功不可沒 其實我在之前的打擊是高抬腿 我的腿會抬比較高 可能發現今年我抬那麼高的時候 對投手的應對能力沒有這麼好 那他希望就是我把腳高度 降低一點點就是稍微抬一下 那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跟投手的節奏跟投手的球路 這樣子反而真的效果好很多 最近這幾場其實動作還不太習慣 對那也是希望透過比賽當中 練習當中趕快去習慣這個動作 習慣這個好的感覺 沒想到在調整擊球角度時 讓承接線也有意外收穫 越出猛烘三發紅不讓追平生涯最佳 不過他表示重炮一磁只能放在心中 過於追求容易造成反效果 第一棒陽春炮這樣出去 其實是第一棒的打者 其實都蠻向往的一個目標 那全力打這種事情 我是覺得可遇不可求 那我的部分可能就是靠著選球 靠著腳程靠著平穩的打擊穩定性 那上臉讓後面的打者 把我打回來為球隊監控 扎實觸棒降低回空率 加上維持腳程訓練 陳吉仙目前上壘率逼近四成五 扮演称職開路先鋒 儘管上週比賽一度因為 眼壓過高退場休息 讓廣大的四伏進門驚驚 但他坦言沒有大礙 日後會減少追劇時間 要粉絲們不必太擔心 我來提供新聞採訪報導